好,先跟各位講 有時候你剛才做完的東西 這個功能臨時想要把它殺掉 你只要點它然後按刪除就可以刪掉 單獨刪掉那個你剛才所加的這個特別的文件 如果你有需要刪掉的話 點它刪除就可以刪掉了 我應該大概做了兩個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刪除 好,然後再來看一下 手繪貼圖大多數是屬於用畫的 這沒有這個簡單的字 就跟我們下面那個功能是一樣的 來,我們看一下下面的 有點類似 來,下面這一個有一支筆 這支筆呢,比如說你可以調你的筆刷大小要多少 你可以是比較小一點或比較大一點去畫都可以 好不好,然後呢 這裡就可以選筆刷 筆刷有幾種樣式 筆刷的樣式有哪些呢 像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它是直接實心的一種顏色筆去寫的 或者呢,來看一下這種 它是空心的,然後周圍有螢光的感覺的 有沒有,你也可以選 這個是線段型的 比如說,或者是有一些材質型的 來,我比如說我順便點一個好了 我點這一個 然後就可以在這上面寫字 比如說呢,如果你是可以用手寫 我用手寫就不好 比如說這是你的照片 你還想要簽名 會黃,有沒有 好,一 當然我手指太粗了 所以寫起來 或者當然你可以把那個 刪除全部 刪除 好,我用小一點 好,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就直接用手在 我直接用手在這邊寫 好,那我直接再寫 一 一 你看,好像在做一個簽名的那種感覺 好,所以你可以用筆 筆去弄 然後呢 這個筆刷 還有一些什麼東西 都新的 你看我點筆刷下去 這邊還有一些 當然這個 有一些紋路的 當然也可以 那這個 就特別有趣 來看一下 我點這一個 它這樣子是一組 這樣子是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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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什麼特別呢 比如說我選這一組 好 選這一組 好 那可以做 你看它的筆刷變這個 四種的 然後呢 比如說我想有自己的畫 好 它四種會輪流跑出來 四種輪流跑出來 四種圖案輪流跑出來 好 你如果要加一個什麼特別的 好 或者是 今天我用手的話 不要換 好 當然 你刷可以換一些比較有趣的 當然它這邊還有一些 好 只要你今天一刷過去 像我選這個 刷過去它就是這兩種圖案交錯 有沒有 刷過去它就是這兩種圖案 這幾種交錯 OK 然後如果OK的話 那當然 你就可以儲存 當然你也可以用相機擦 去把它擦掉 但是擦掉 你看 連背後的 那個照片也都被擦掉了 沒有它有保留著 它有保留著 只是你的那個突然被擦掉了 好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像人 這樣子人還可以清出來 好 OK 那甚至呢 在筆刷的同時 這邊有一個詳細 是叫什麼 詳細去調 調顏色 如果你要黃色的心 藍色的心 都可以 有沒有 不用照它綠色的 然後彩度呢 彩度就是鮮艷的程度 可以調不同的 可以調不同的 調好了之後 再去用筆刷 再開始畫 你看 就變了不同的心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借用這個 那T呢 是打文字 打文字 這個T是打文字 你就可以設文字了 比如說呢 比如說呢 那個什麼 我就打我的名字好了 好了之後按下一步 可以設定字型 你要設定什麼字型 那因為我是用中文字字型比較不多 如果是英文字那個字型就很多 就選定了一個 好 字選定好之後 一樣可以去放大縮小 旋轉 然後呢 這個字顏色 可以衝到 就換一個顏色 有沒有 可以換個顏色 然後呢 這邊可以把字放大縮小 或者 這個真粗的 有沒有 變得比較粗一點 OK 那你也可以選輪廓 是希望它這個字 有什麼樣的輪廓 有沒有 有一個橘色輪廓 這樣就很清楚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OK的話 你就打 Go 這文字就在這裡了 就設好了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要再放大 一樣可以再放大啊 縮小啊 有沒有 有沒有 放到這裡啊 就比較清楚了 如果這個文字也都OK 那當然 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這個Linecar 可以除了你拍完照之後 你在上面加一點東西 尤其我在跟各位講 有些喔 如果各位到戶外拍植物 你拍好了之後 你那個照片 如果你是學那個植物 那個人家教你這個植物是什麼 我跟各位講 如果那些植物 都是你第一次認識的 講了五六個 你後面前面就忘記了 你就可以一邊拍照下來 然後把那個字給拿上去 這是什麼 什麼字 比如說這是 這是 這是泥蝶蝦 這是虛衣草 等等的 那個趕快把字加在圖片當中 或者 你拍了照之後 以後你發不出去 你覺得這張照拍得太漂亮了 你怕被別人拿去用 你就把你的名字打上去 這是誰自己做 或是誰拍攝 拍下去 再分享出去 是不是就 就比較不開心 你的照片被 隨便被人家用 OK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 Line Card 其實已經 那個不是Line Card 這個是Line Camera 其實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好處了 那Line Card Line Card 這個東西 各位給我看一下 你看我把它撞好 簡單的講 我們把Line Card簡單的講一講 時間還有一點點 我看一下 我Line Card撞好 Line Card 我執行給各位看 Line Card其實也很簡單 各位 我看一下 這邊Line Card執行起來之後 等一下這邊會慢慢的有 預覽 各種卡片 會有慢慢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記憶體不足 跑不出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的卡片 它這邊的卡片 就有點跟我們剛才用到的 某些特別的相框 有一點類似 它本身已經有一些圖形了 都沒有出來 它照感的有一個出來了 我看到有一個出來了 像這種 它是可以加文字的 圖大字都用它的 但是你上面的文字可以打自己 我希望 你就可以打這個文字 你先這樣 先下載下來 我看你可不可以下載下來 不知道我的空間 空間又不足了 我口頭先跟各位講 各位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你可以點這個東西 把上面的字改掉 你就可以改說 祝福我的好朋友們 永遠健康快樂 還有天天快樂 打完了之後 你那張卡就可以儲存 儲存一樣 你就可以分享到 Line裡面去 或分享到其他的Email FB 你就可以分享出去 以後你的過年 或者人家的生日 或者是 因為這邊其實有很多圖案 然後甚至 我說其中有些 我看它這邊有些有沒有跑出來 對不起 因為這一支手機的儲存空間 一直出問題 現在沒有跑出來 其實它很多 你看像有這種像框的 好 這種像框的可以是什麼呢 你選了這個像框之後 你可以拍照 那個照片就會放在這個 就可以調整在這個中間 你就變成 比如說你拍一個全家福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框 然後選那個全家福的照片放在這裡 然後繼續給你的家人觀看 或者是有一些客卡 現在我這邊預覽不出來 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有很多 像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打文字的 打文字的 為什麼呢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右上角的地方 下拉 它有 所有卡片 或者是 有那個 那個 剛才我們熊大的 那個 兔兔的 那種圖案的 那種卡片 信息的 就是讓各位可以打字的 打字 打一些祝福的話 然後結合在那張卡片當中寄出去 那幽默的 幽默的是什麼 我看那個幽默的 它不會把它單純分類出來 幽默的就是像這一類 其中有一個 這邊 現在我一直沒跑出來 有一個很好玩 有一個是面具 一個面具 你可以 那個面具弄好了 你把它下 那個面具的下載下來之後 你可以對著一個人拍照 拍照之後 你等於說 只讓那個眼睛露出來 然後那個面具 戴在那個臉上 寄出去 然後你可以 寄出去分享說 猜猜看我是誰 等等的 那個很好玩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下載下來 在這邊 對不起 畫面當中看不到 Line卡的玩法 跟剛才我們的 那個 Line的 Camera裡面的像話 很類似 很類似 各位可以去玩玩看 這個部分 我下個禮拜就不講 各位自己嘗試去 把那個Line卡玩玩看 好不好 好 好